何谓流行病学? 虽然我们常常会在日常生活中听到流行病这个名词,但流行病学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呢? 它所指的是探讨人类感染疾病的原因,或是疾病可能会发生的季节,亦或是该如何防治疾病呢? 所谓的流行病学是一门研究族群之间疾病和健康状态的分布状况,以及其决定因素,并应用研究成果以控制疾病并促进健康的科学。 健康状态指的是一种有或无的静态现况,而健康事件则是指从无到有的动态机制。 而分布状况则是说明什么人群在什么时间,什么地方会罹患什么病,而决定因素则指出为什么该疾病在人、食、地的分布上会有所不同。 健康问题的控制则着眼于如何来防治疾病、伤害、残障和死亡的发生。 由于这六个英文单字都有W字母,因此人们也称流行病学为研究六个W的一门学问。 流行病学也可说是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基础科学,它借着严谨的观察、实验及缜密的因果逻辑推理,以描述社区的疾病形态,比较族群间疾病发生的差异、疾病的自然史,并探讨疾病的危险因子。 藉由推论治病的作用基准,以介入方式达到预防疾病的终极目标。 请点按左方选单继续课程。